洛杉豐不停呼啸 害得女騎士慘摔在馬路正中央 車子紛紛閃避 这风太大 女騎士根本无法把车给扶起来 两三名热心的撞钉赶紧冲过来帮忙 游泳池边洛杉豐肆虐 教练差点站不稳 摆在池畔的呼吸管及扶板 也被强风吹着跑 不论大人小孩泡在水里冷嗖嗖 逆风游游得很辛苦 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恒春果中 风很强劲 所有屋顶被掀翻之外 学校的教职人的量都会直接被吹翻 应该是有十一级左右 校园里树木摇晃得很厉害 不仅机车被吹倒 在操场上练习打棒球也很吃力 放吹沙子的时候飞起来打到会很痛 沙子跑到人去 还有勒 吃到沙子 放这么大球有时候乱飞 这球打到其实会蛮严重的 我们有些训练就不用办法做训练 这个都是洛杉豐吹的 就是这一次这个强风吹 恒春半岛近日刮起逼近十二级超大强阵风 创下今年最高瞬间阵风记录 就怕危险 田径队员也尽量选择在体育场内进行训练 它可能就有危险 尤其是我们偷袭的部分 我们如果有练球铁柄标枪 有时候风一吹那个东西是会挽回 这方面就会有点比较危险 每年十月到隔年的四月 是恒春洛杉豐的季节 在这里生存 居民只能练就 与洛杉豐共存的好功夫 TV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